接下來我會嘗試家用吸塵機的吸力 大家要弄清楚一件事 吸塵機的吸力是建基於兩件事 一件事就是真空吸力 另一件事就是氣流量 兩件事都要達至一個水平 吸塵效能才會高 隨便一件事不夠 都是差一點的 首先我會嘗試這一部 我稍後會嘗試吸起這個紙盒 看看它能否做得到 沒有的 吸不起來 我嘗試這個紙盒 輕易吸起來了 即是說其實看到 車穿 或者電的 動力數不是所有東西來的 我們都要看看設計 例如馬達的轉速 線頁的設計 甚至上吸塵的各樣東西加起來 才會知道那個能力 如果剛才的測試裏面 你會發現這支這麼小小的吸塵機 其實吸力一點都不小 但當然它也有問題 就是它吸塵的窗很小 但事實上這支是設計於喜居 用來做一些吸塵 或者在車內吸塵 甚至吸塵的座位 甚至吸塵的皮鋪 其實這個尺寸相當足夠 所以我也蠻喜歡用它 因為相當輕巧 如果說性價比 旗下我這麼多支吸塵機 應該最值得用 我覺得是這支 因為如果說 拔走了電池 這個機身本身 連吸管一套 只是賣四百元左右 如果相比 現在很流行的 D字牌的吸塵機 我想你拔走電池 你沒有兩千元或以上 你都應該拿不走 加上如果我們做工程師傅 會有這個系列的電池 其實配合使用 性價比是最高的 一般來說 家裡的頭髮或者塵 都已經徐徐猶如燕扶島 看看內部 由於這支 我在日本買回來的日本版 跟香港版有少許不同 它是一個布袋 雜塵能力 跟香港版有少許不同 但是日本其實賣得貴很多 在香港買的布袋 雖然有少許不同 但它的吸力其實 不會相差得太大 早一陣子我看到 逛街的時候 都看到香港出了一個新款 所以大家可以去對比一下 來講一下配件 我手上這兩件事有什麼用 其實它可以把吸塵機 的吸塵倉延伸到外面 有個好處是 可以把一些 你不想 例如水 一些污染物 你就可以把它集中 處理在這個倉 就不會影響到吸塵機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加用的吸塵機 基本上不可以吸水 或者一些有液體的東西 吸了進去 可能會壞 這部機會把它完全分隔開 而為何有兩支 一盒霸 其實是兩個牌子 早前因為心急 想早點試一下 買了這個回來 另外R牌子 強烈建議大家要考慮清楚 因為那個嘴巴 其實跟AM牌子的吸塵機 是不匹配的 亦都跟某些吸塵機的嘴巴 是不適合配的 所以其實買回來 會很突然 有些師傅會 繞膠紙 或者做一些改裝 其實如果價錢相約的話 我會選擇這個AM牌子 這個其實設計上 會比它更加方便 而且它的嘴巴完全跟 同廠完全混合 你不需要擔心不匹配的問題 甚至上如果你想玩得特別一點 你其實可以配合大機使用 亦都可以 雖然我這部機有吸水能力 但如果有些物品 例如假設有些金屬碎 你不想把它吸入這部機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做隔離 我虛擬一個條件 如果你有一個打工工場 需要把金屬碎吸收 當然打工工場未必需要這樣做 但如果有了這個配件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想要的東西 或者不想污染的吸塵機 全部都留在這個盒子裡 吸塵機裡面 是完全沒有這些垃圾 甚至灰塵的話 都會完全成在這裡 所以這個配件 我覺得是值得選購 吸塵機就介紹過 當中其實還有很多濕性配件 可以加進去用 例如我手頭上這支 有長有短的 用來吸什麼 吸洞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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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 一般在10元洞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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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今日的測試 你會見到我有很多不同種類吸塵機 一方面有些人可能會說 你是不是一個吸塵機磁 怎樣買那麼多吸塵機 但事實上 其實原來不同的環境 或者不同的場合有不同的需要 我們需要配合不同的吸塵機 例如車的時候 如果你帶一部有線的吸塵機 會很不方便 或者你比如說 要清理一些床鋪的時候 你又拿著你平時吸塵機 去吸塵的床鋪 或者吸塵頭的話 會很不衛生等等這些問題 其實考量一下 一個人究竟有多少吸塵機 都要配合一下你的預算 和你的地方 或者不同的情況